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今天开始不差钱的生肖,正财大王,横财连发,生肖属。 生肖属的人,是天生的富贵、属相之一,他们在命理学中,谈称为天贵性,是最能聚财待贵的人,天生擅长储蓄,拥有智慧和手腕,赚大钱这样的事情,对他们来说亦如反掌,而其中有以1960年出生的,毕上属为财运最佳,一生不愁吃穿。 能拥有数套房产和大额存款,生肖马,生肖属马的人为人很豪爽,所以一般情况下属马的人,都不会,因为一点小钱而斤斤计较,但是如果钱不够花的话,也容不得生肖马豪爽,财运爆棚,正财大王,横财连发,必能一夜报复, 千万横财不算多,到时候天天下馆子大吃大喝,一辈子都不缺钱花,又怎么会在意这些小钱了? 这样才能够让属马的人,享受到真正的人生,生肖牛,生肖牛的人,也是天生的土豪生肖,因为生肖为牛的人,在一开始,就拥有了土豪,一定会拥有的性格品质,那就是勤奋。 如今时代的契机转瞬即逝,虽然这就要求赚钱的人,需要足够的敏锐性和聪明度,但是这些都只是片面的。 不管你再怎么聪明,不努力下去是一点用都没有,生肖牛的人就会一直坚持下去,所以他们也是最容易。 收获到成功的生肖,只不过他们花费的时间,可能长一点,但是这不影响住,他们能够成为土豪,生肖猴,生肖属猴的人为人机制,有很强的适应能力。 在各种环境下,都能做出一番成绩,财运爆棚,正财大旺,横财连发,必能一夜报复,赚钱赚得手软,腰缠万贯。 属猴人应运,生肃帮忙,各方面都比较轻松,生意能够大火,属猴人一生很注意规划,有自己的人生目标,和为人处事的原则,他们在职场个性独特。 做事善于动脑,业绩也很精通,未来必会把握时机,使自己事业、财运,都有良好的表现。 生肖狗,属狗的人拥有极大的潜力,工作能力特别的突出,横财天降,重大奖发大财,必能富甲一方。 从此腰长万贯,还会有贵人的提携,必会有发财的好机会。 偏财运方面,会有惊喜从天而降,只要抓住机会,必能翻身当财主。 生肖猪,属猪的人探似不怎么精明,为人憨厚老实。 但是福心往往,就降临在这样的人身上,他们的运气极佳,处处有贵人相助。 属猪的朋友更是财运大胜,有投资定会大赚,即使无意买个彩票也会中奖。 正财,天财滚滚来,那摩大慈大悲观,使应菩萨,保佑诸位,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风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静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兴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,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最近不顺的生效来皆福了。 地藏王菩萨为你赐福,改运改命。 人生在世但求平安健康。 富贵无忧,佛祖静坐西天,护佑住天下苍生。 如果能得其护佑,那么必定一生见财得财。 求福得福,这是人们求之不得的福气。 如能得地藏王菩萨护佑,定能弘福齐天。 富贵多金,是求之不得的福气。 那么就一起看看,到底哪几个生效。 与地藏王菩萨最为有缘,能够有幸获得想之不尽的福气。 生效虎,属虎的人深名大义。 脑子里总能想到很多好玩的事。 11月中旬一到,前脚运势好的一塌糊涂,后脚财运飙升。 要是抓住这个机缘,家庭生活美满和谐。 此外,属虎的朋友,可能是财运引导桃花运。 少数朋友桃花越来越旺,对急住脱单的人来讲,倘若想寻得另一半,应当在多方面,拓展自己的个人魅力。 生效虎,属虎的人进入11月中旬,运势悄悄回升,财源堆满山,有望一改早期正财运受打,赚钱很累的现状。 机缘一来,财源大增,财富源源不断地汇聚。 同时对于个别生效猴的人而言,最近三天,福德宫不幸碰到灌索、飞连煞心来犯,造成健康运势这一块糟糕,多留意头痛头晕的现象。 同时,对于一部分人来说,肩膀容易出现疼痛现象,蒸桑那能有效驱除疲劳。 生效猪,属猪的人到了11月中旬,步入人生上上级,若能抓牢这次时机,得财得势,从此生活富贵又吉祥。 一改早三个月贵人运很一般,麻烦缠身的状况,另外生效猪的他们,接下来五天福德宫不巧,碰到灾煞,火星这两颗凶星作乱。 导致健康运势方面欠佳,多留心老毛病复发的问题。 同时,对于少数人而言,注意口腔问题,会有口腔溃疡情况,不太适合一些太激烈的运动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,使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静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兴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